大家好,我们下车的第一个地区来到码头边 先看看码头边有什么东西 这里就是Liaga on the lake 大小姐一手当其冲,马上飙过去打卡 介绍一下这个环境 其实这条河的河水沿着就是Liaga on the lake Liaga on the lake 瀑布的水 瀑布一直涌下来,我看到旁边有住宅 住在这里也疏干 不知道多少钱呢? 我们看对面的岸,已经是美国的范围 有一个堡垒,可能还有防守性的东西 加拿大这边会少见一点 因为美国经常怕人侵犯它 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它是否有朋友 所以当时有些刁堡站在对面 大家看看风景 现在我们因为水的河那么阔 其实看不到什么水流 因为河道阔,所以窄的时候才能看到水流 沿着水流一路出去,就是安大略湖 今天是大风,所以我用了防风的麦 给大家看看 刚才那个人好像差点钓到一条鱼 我看到有鱼刀它 住在这里很爽 我刚才走过一趟,看到一些房子 主要是相当漂亮的 都会有粉色,有保养 不会说够临沉 走到这个公园范围最角落的位置 看看 中间的玻璃的帝 起二楼玻璃帝 然后下到下面有个木脚帝 随时就在后院 丢枝鱼竿 拋鱼丝出来 这条河呢 其他鱼我不知有些什么 但肯定就有那些smell fish 你可以用网来 在春季的时候 去捞 走 进来市中心这个位置 我们就下街逛逛逛 咪标要付钱的 大概我们拍了 现在按了九个字 左右就已经要三个多 总之都贵的 我进去看看别人的东西 大小姐第一时间就来看雪糕店 啊 饼店 这些小店 这些小店 都挺有旅游气氛的 就是当那些 那些门户都摆满了 一些五眼六色 或者保存得比较好 没办法 我一直 继续持着 都是拿着防风麦 我不记得拿个假箱 在那个gimbal 变成用手拿着它 如果不是呢 就这样用回手机的麦 但是呢 扶得很紧要 今天很大风 今天很大风 今天我已经做了预备了 我们已经戴口罩了 就算有些位置走光 镜子反光 都应该 问题不大 聖诞节也预备了一些气氛 哇 你看到了 多大风 我现在要两只手来拿着手机 这些 有很多猪子 有很多猪子 这里这样走呢 又是否有些像 Main Street Union Field Main Street 那样的感觉 但是这里 阔落漂亮很多 有很多猪子 餐厅也有摆些 配料的桌子出来 很多雪糕 这些人真是最喜欢吃雪糕 是啊 几十岁只要有个雪糕 就很开心 而且他们没有分年龄层 即是他们没有生冷东西 这种东西 中国人会分开 年纪大 就不要吃生冷东西 但是这里 没什么管 刚才我们就过去海边 即是河边那边看 其中一个位置 不知道是Custom Border 我以为有个海关在那里 可以直接有船 搭过去对面美国 但是我找不到 如果有网友可以指证 是否有船 可以直接 由那个Border 搭过去美国 这个呢 说是一间戏院来的 这么小间的 相当很Local 喂 大小姐今晚我去煮饭 差点什么 我以为你打算送给我 拿着客人 不是 不能吃的吗 不能吃的 我连拿着客人 单手都不行 我要两手 按住 过马路 先走到对面街 看看 我一直在看 叫大小姐 走到我后面 不要遮住我 就会开镜头 很难避 她说你拍到脚便可 那我怎么拍脚呢 拍脚便可 就是 镜头一路炒住 一路地上拍摄 好漂亮啊 这里 上高的Pedio 你看 挺有气氛 所有这些 有旅游的地方 建筑物都会游得 比较光鲜 漂亮一点 有东西吃 有东西吃的 看我餐牌 都不是贵的 20元而已 来到这些地方 吃了20元 真是便宜 好漂亮 我一路走一路拍摄 我尽量不说太多 我又戴着口罩 想看历史的 就自己停下来看 这个是水池 应该没了水 这位哥哥缺水 其实主长知不知 这条小镇是什么小镇 这个 这个区 这个区 是Liagara on the Neck 附近我们刚才经过 很多酒厂 很多酒厂 没办法 我又不太好酒 所以就 没办法和你们试 我看见两旁是餐厅 纪念品 时装 比较多 可以 不知市场可以不让我们进去拍摄 因为我不想把镜头 切来切去 又开机又关机 变成你们 没错 可能一开机 有我经常讲 但你们又看少了风景 或者人家摆设的东西 不妨靜靜地去看 這個都是紀念品的shop 很多風鈴在這裡吹到叮叮噹噹 這些手工有些填補 這些手工是擺設 給你前院後院擺設 它很好吃的 一個蘋果喝了朱古力 街道相當寧靜 我可以幻想夏天的時候 應該是挺熱鬧的 很多自家製的餅點 不知道會很甜 很多 很多 夜晚有Padeo 這些Padeo比多倫多的永久性很多 這樣搭了出來 真的太冷了 有兩個暖爐 有幾個暖爐 剛才海邊很大風 有些建築物會阻礙一下風 沒那麼厲害 這條街很漂亮 店鋪那麼綠色 只是斜斜地 打個卡也不錯 這條街 是不是這裡 有隻帽子 這隻帽子 這隻帽子 現在是幾點? 現在是幾點? 鐘樓現在是1點半 這條街 糊塗甲子 那些公仔 其實都挺可怕的 小時候看那個童話故事 糊塗甲子 挺可怕的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 糊塗甲子的公仔 每個人都在兩個公仔裡打卡 那幾個公仔 這條旅遊中心 是在地下 才是在地下 在地上 這座子要寄信 給聖誕老人 哪個房 這架寫得明 給聖誕老人 製作都挺新的 大人說是給聖誕好人 會不會有些人當垃圾桶呢? 沒那麼衰的 我走了現在這麼久 我未見過中國人 我們似乎在這個鎮裡 暫時是唯一兩個人走來走去的 有很多攝影機 沒有人坐在那裡吃東西 很大方 吹了樹葉 裡面有幾台 看到裏面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其實就是來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 還有很多馬車等客人 我們來這間酒店 就預約了一個 High Tea 相信 High Tea那一部分 也會分另一條片 我們現在在外面走一步 我們預約了一個時間還未到 馬車 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的毛都很長 他看法都不怕冷 這個十字路口 就是 很容易找的 我們走過那邊 我們走過那邊 走過這邊 反正我們還未夠時間 我們預約了三點鐘 我們先走走走走走走 服裝店很多 有些人在這裡買衣服 有些人在這裡買衣服 有些人不夠衣服 買衣服拍一下 很漂亮 你看看 有人在外面 都在走一邊喝咖啡 有很多人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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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公廁 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 拍著這個是公廁 不知道有沒有開 我沒有開 有開 我看起來 這間小型的黃色 這間小型的Local Coffe Shop 我想像是夏天應該很熱鬧 如果不是 怎麼會有那麼多店鋪生存 有很多很多店 多於是中心層 是 你看這裡有很多歐洲人的餐廳 即是你走幾步一間餐廳 是 很累,拿著Gimbo 舉著 又要扶緊它 很累 都很重的,有Gimbo 磅幾 加上你的手機 舉著來走 前面這間有些人坐在外面 不怕冷 是派多數葉飛來給它 在裝飾 那裡有人送貨送裝飾品 裝飾品 裝飾品的東西 嗨 好,看看酒店的外圍 咦,他們還在說價錢 應該挺淺的 聊聊天 在說馬 大家都在看著馬 那我從頭到尾 我想這間是一個站 它有些水在這裡 補給這隻馬 因為現在不是遊客時間 相信就少了很多 他們的同行 我們還在吃蟹蟹 我們還在吃蟹蟹 嘩 打卡最美的位置 其實是在對面馬路拍過來 就拍到它剛剛在街角的位置 署長,其實我們在拉加科過來 如果別人在正式的 就是拉加科過來那裡 那就是半個小時左右 如果你去到拉加科過來那裡 大概是半個小時左右 你可以沿著那條河 拉加科那條河那裡走的 沿著就比較迂迴一點 但是一樣到的 那我們是昨天 前天打電話訂位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過巡例都訂了 有幾間餐房 但是看見人家吃一個HIGH TEA 就挺漂亮的 是不是?你看見建築物 穀位好一點 不是你進來沒位就不好 嗯,有個家常的LINKON